民主黨成員林子健報稱秘魯和毆打案有新發展 他涉嫌以虛假資料誤導警務人員被捕 是否只是為了反一地兩檢或者反北京 所以不惜做一些事來破壞一國兩制 我覺得絕對是不值得的 我相信有計謀的機會是大的 其中一點最令我感到不安的 就是在閉路電視顯示 第一個畫面就是林子健自己本人走開 然後有一個人戴著眼鏡和口罩去走 這個人的外表看起來挺像林子健 其實警方都守了一副太陽眼鏡 如果他是刻意去化妝 避開一些人的留意的話 就顯示他聲稱被人綁架這個指控 是有預謀的 這個被一些就這樣挽住去虛報的罪行 而浪費警力是多了一個蓄意的元素 這個元素也會增加犯罪行為的嚴重性 我會想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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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